CFV50C和CFV100C配合Huzzle 500 Series 機身 那時怎樣用電子快門和Live View 有三種方法 先講第一種 如果你用的機器是500cm的機器 方法就最簡單了 首先我們在機身上 機身我們要選擇Electronic Shutter 然後我們上完鏈 上鏈 把反光板預升 那塊門轉為B塊門 然後呢 這裡 轉為T Shutter這個位置轉為T 然後按一按 那現在呢 反光板已經預升了 那那個 鏡間的開門也都打開了 那我們按Live View的時候你會看到 OK 現在已經可以Live View 按一按它 就已經有相片了 那這個就是最簡單的 如果你用500cm的機身 無論你配舊鏡或者新鏡 都可以用這種方法 OK 那第二種方法是什麼呢 那如果你不是用500cm 是你用501 或者503 那官方建議就是你用Shutter 你用這個方法 就變成要長按這裡 轉為B塊門 那一樣都是轉為Electronic Shutter 這樣去做 那 釣著這條繩呢 其實又真的挺麻煩的 所以我們跟著講第三種方法 是不用繩的 OK 那如果你是用501cm 503 又不想用Shutter繩的 可以怎樣做呢 你選擇一些鏡頭 有F這個檔的 對 有F這個檔的 那我們現在呢 把鏡頭換了去 上一鍊吧 那呢 將它轉為F檔 那它現在已經是F檔了 F檔呢 其實就是令到它的鏡間快門 長期保持開著 跟著 都是 反光板預升 那你就 都是見到了 OK 那整 這樣就可以用Live View 和Electronic Shutter了 那今天介紹了這三種方法 去啟動Live View 和Electronic Shutter 希望幫到大家 那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留言給我 記得按我的鐘 就是Like我們 Follow我們 下次再見 Thank you Bye Bye